各位现场的女士们 先生们 电视天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孙生 今天非常开讯 可以来到辽宁卫视 有请主角跟现场的嘉宾老师 还有现场大概有 五万多人分享我的魔术 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大家的声音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辽宁卫视 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第一次来 我不是空手来的 我今天呢 为大家带来了这个 观众朋友们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没做红包 那么接下来我数到三 我数到三的时候呢 你们大声地告诉我 红包里边有什么好不好 来 一 二 三 没做这个 各位 好快 我记得我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打车 那个司机师傅跟我说 她呀 刚才坐她车的那个姑娘 因为抢到了一块钱的红包 太过兴奋 所以两块钱的找铃都忘了拿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 对于红包的情愫 确实大于里边的金钱 那么今天呢 孙征也不发这个 我这边还有一个比刚才那个 还要大一倍的红包 想要送给现场最热情的一个观众朋友 有人想要吗 这样吗 晋水楼台先得月 我们先找一个近一点的女士 好吧 这位蓝衣服的女士 可以吗 小小的红包一个送给你 不成敬意 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 好不好 大声地告诉现场大概五万多人 里边有什么 空的 真的是空的吗 你给大家看一下 确实是空的 那开个玩笑了 红包里怎么能没钱呢 各位 我这边啊 有一张 女士 我这边有一张一百块 怎么样够不够 不够 那你不给我 没办法 我今天只带了这张一百块 我的钱包空了 但是我还带了一些更值钱的东西 各位观众 男士们对这个也许熟悉 我这里有一块 僵尸单顿 淘宝买的 所以如果你还觉得不够他 也没关系 这个也先送给你 这个值钱了 女士们一定认识 卡蒂亚的国金戒指 十五块钱包邮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 跟你那个差不多一样大的红包里 所以现在你的红包还是空的 对吗 你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你的红包还是空的呢 各位观众 接下来我的手里的红包也是空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这些东西 都放在一个跟你那个 一样大的红包里 还有我的戒指 那么现在这个装满了淘宝货的红包 有人想要吗 观众朋友们 不是我说你们 小时候老师就教导我 要视金钱如粪土 越来越多的金钱 会带给你越来越多的痛苦 所以这些 由金钱带来的痛苦 就由它 微风而去吧 金钱带来的痛苦 为我独自一个人承担 所以我还有我的戒指 才会变回我的手表 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我这均同的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这个表现的